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大家好 祝恩勇相伴 我们读诗篇 今天来让我们读诗篇 第140篇 诗篇第140篇 不长不短 总共有13节 这篇的内容在讲 诗人求神 保护自己脱离 凶恶和强暴的人 我们来把这一篇 分下段落 我们将它分成三段 第一段是一到五节 诗人向神申诉 凶恶人和强暴人的邪恶 第二段是六到十一节 诗人求神 对凶恶和强暴的人 予以审判 第三段是十二节 十三节 诗人知道神 必向人显出公义 义人和正知人 必蒙福 我们为今天所选的要节 是六节七节 十二节十三节 经文这样说 我曾对耶和华说 你是我的神 耶和华 求你留心听我 恳求的声音 主耶和华 我救恩的力量啊 在征战的日子 你遮蔽了我的头 我知道耶和华 必为控苦人申冤 必为穷乏人便屈 义人必要称赞你的名 种植人 必住在你面前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读过了诗篇的第139篇 这一篇是大卫讲到 神的无所不知 无所不在 无所不能 和无所不管 这篇诗的诗句优美 灵异丰富 给大家讲的比较简单 连我自己都感觉到有点抱歉 但主要的原因是 我的确是要把这一篇 用在以后讲陪灵慧的 所以我就故意 不把它讲的那么长 那么多 这一点希望大家谅解 今天我们所要读的 第140篇 同样也是大卫王所写 我们要注意到 从本篇开始 一连有四篇诗 其中内容都有讲到 诗作者个人的软弱 软弱的人不能不倚靠神 否则就无法刚强 无法得着帮助 我们无法知道本篇诗的背景 但本篇诗的表达 就于前面大卫诗篇当中 反映了他所面对的 扫罗和压沙龙 给他带来的难处的情形一致 本篇也记录了 大卫对仇敌的控诉 以及他向神恳求保守 在诗中的表述 很多的经节用词 都于前面的诗篇 可以互作参考 大家另外可以注意到 在本篇诗当中 有三次细拉的出现 但只有第五节后面的细拉 将第一段和第二段 有效的划分 另外两次细拉的出现 并不是为了划断的 而是要引入 更高亢的祷告情绪 以及神对诗人 所面对的危机和难处的看法 那我们接着先来看一下第一段 一到五节 在这一段中 诗人向神倾诉了凶恶之人 和强暴之人的邪恶表现 本篇一开头 大卫就告诉神说 耶和华 求你拯救我脱离凶恶的人 保护我脱离强暴的人 透过这一节 我们就能知道 本篇的中心思想是什么 大卫面对的难处是什么 他期望从神那里带来的 帮助拯救和保护 是因为什么 读到这第一段时 就让我们不自觉地想到 在新月当中 主耶稣教导门徒的主导文 主导文其中就有一句 主告诉门徒要向天父祷告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凶恶 马太福音六章十三节 诗人为什么向神求 拯救他脱离凶恶的人 保护他脱离强暴的人呢 这是因为第二节到第五节 就详细描述了 凶恶人和强暴的人的 邪恶的表现 这样的描写 在前面诗篇的经文当中 也多次有出现 像第二节就提到 凶恶的人和强暴的人 那是心中图毛奸恶的 他们常常聚集 为的就算要与人征战 他们完全不喜爱和睦 大家可以参考 诗篇一把二十篇的第七节 第三节提到 他们的舌头 尖利如舌 嘴里有毁舌的毒气 大家如果参考诗篇五十八篇第四节 还有罗马书三章十四节 就都有类似的描述和表达 恶人的口乃是又伤人又放毒 他们的言语 于人的生命完全没有祝福和造就 当第三节讲完 第一次希腊出现 当诗人进入了短暂的静默之后 第四节他就求神 这第四节求神与第一节向神的祈求很一致 只不过第四节加上了补充的委屈 他们图谋推我跌倒 这是在讲到恶人在作者身上的邪恶计划 恶人图谋将一人推翻以致跌倒 就是为了不让他继续爬起 恶人还不止有又将一人推倒的举动 第五节还进一步的说 骄傲人为我暗设网络和绳索 他们在路旁铺下网设下圈套 我们要是看诗篇三十五篇第七节 五十七篇第六节 一百一十九篇的第一百一十节 还有一百四十一篇的第九节 前面的诗句当中都对恶人 为义人设下圈套和网络 做了细节的描述 这一切都是令人不齿和邪恶的举动 这都是为神所大大恨恶的 但恶人不惧怕神 他们觉得可以向义人肆意而行 我们之所以会说 这第一段当中 大卫向神所求的和所控诉的 可以让我们去参考主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 这是因为这一段经文的思想 在我们今天神儿女的属灵生命中 有着很现实的应用性 我们在今天可能在生活中 并不是那么频繁的会遇见 大卫当时所碰到的那些恶人 但是的确我们得面对 本事中所说凶恶人 强暴人和骄傲人 所象征和代表的灵界的仇敌的势力 在这末后的世代 由于全世界都握在了恶者的手下 所以撒旦魔鬼会十分猖獗地 来抵挡逼迫我们这一切心中向着神的人 这世界上有些人由于不认识神 就做了撒旦的器具 恶者就透过他们向神的儿女予以加害 所以像保罗就在提摩太后书三章二到四节 告诉我们幕后世代来自于人的许多的凶险 因此神的儿女要靠着亲近神 不断地让自己属灵的生命能够生长并成熟 以至于我们可以辨别出恶人的凶恶 强暴 图谋的奸恶 嘴中的毒气 还有为我们暗设的网罗 以及设下的路旁的圈套 这都是恶者 为着让我们不能走永生的道路 而偷偷设下的 大家参考139篇的第24节 那接着是第二段6到11节 我们看见当第5节结束的时候 第二次的希拉出现了 大卫在短暂的安静静默之后 紧接着第6节 也就是第二段开始 那我们大家要注意 第6节第7节 被认为是大卫信仰的陈述和表达 这是他在希拉之后的经验 他明确地告诉神 自己对神的信心和认识 这两节经文很美 所以我们拿来做今天的 其中的两节要节 大卫对神说 你是我的神 耶和华 求你留心听我恳求的声音 你是我的神 就等于大卫 再向神宣告 自己生命的主权 全都属于神 因而并不是那凶恶之人 和强暴之人 即骄傲之人 想加害就能加害的 想陷害就能陷害的 第7节 尤为关键 大卫说 主耶和华 我救恩的力量啊 在征战的日子 你遮蔽了我的头 大家一读到这节经文 我们就必须要去参考 以佛所书第六章 从第10节到第20节 其中保罗就讲到 今日神的众儿女 都要在征战的日子 穿戴全副的属灵军装 我们征战的对象 乃是仇敌魔鬼 而不是属血气的人 其中在军装方面 第17节的上半节 就讲到 并戴上救恩的头盔 为什么要戴上救恩的头盔 因为在第16节 保罗提到了 恶者会向信徒发射火箭 火箭既可以被信徒所拿的 信德的藤牌来抵挡 另外 救恩的头盔 也同样可以抵挡 恶者射来的火箭 我们要知道 恶者的火箭极其的厉害 它会射入人的思想 因为我们大家知道 一个人的头 乃是一个人身上的指挥系统 我们的大脑 也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心思 就来自于头 而不是来自于心脏 头帮助我们做全身的决定 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反应 有什么样的行为 在信仰上 或妥协 或坚定 都是发作于我们的头 我们的思想 意念和心思 魔鬼很厉害 他就打算 要射中这个地方 但大卫告诉神 耶和华 你是我救恩的力量 当我与恶者征战的时候 你就遮蔽了我的头 大卫没有告诉我们 神是怎样 遮蔽他的头的 可是后来 保罗告诉了我们 神为我们 所有从他里头 得救恩的人 都预备了救恩的头盔 因此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今天仇敌有没有 常常用火箭 射击你的思想 意念和心思 你有没有感觉 自己的头脑 常常被仇敌所侵扰 以罪不能投靠 相信神 那就来戴上 救恩的头盔吧 你向恶者宣告 你乃是被神 所拯救的百姓 恶者并没有权柄 可以从你的生命当中 夺走什么 第八节 大卫继续祷告神 求你不要随 恶人的心愿 不要成就他们的计谋 免得他们自高 在第八节结束的时候 第三次的希腊出现 又经过短暂的静默之后 从九节到第十一节 大卫向那些凶恶 强暴又骄傲的人 宣告了他们当得的咒诅 这并不是表明 大卫不愿意祝福 而只愿发出咒诅 这样的咒诅符合旧约的原则 同时也符合整本圣经当中 所讲到的神公义的原则 大卫就提到 至于那些昂首围困我的人 愿他们嘴唇的奸恶陷害自己 愿火炭落在他们身上 愿他们被丢在火中 抛在升坑里 不能再起来 第十节中出现的火炭 火中 升坑里 都是指神审判的方式 其实这审判的方式 不单是向着仇敌活着的时候 还包括他们死了以后 大家可以参考诗篇十一篇的第六节 那里说 他也就是指神 要向恶人密布网罗 有烈火硫磺热风 做他们碑中的份 当这里讲到 烈火硫磺 就会让我们想到 恶人第二次的死 也就是在硫磺火壶当中 永远的刑罚 这都是他们当受的 是出居于神公义的审判 大家可以参考 启示录第二十章第十五节 第十一节还接着说 说恶言的人在地上必接力不住 祸患必猎取强暴的人 将他打倒 九节到十一节 都是在讲 神对恶人的审判 即报应 神对恶人的追讨 就像猎人追赶猎物一样 神所许可的祸患 最终会临到恶人 将他打倒捉住 那最后是十二节 十三节 这最后的一小段 讲到了诗人的信心 以及在神面前的称信 大卫根据自己跟随神的经验 他就深知 耶和华必为控苦人深渊 必为穷乏人辩屈 这是因为神乃是公义的神 同时义人和正直人 必在神面前又蒙福又欢喜 十二节的经文说 义人必要称赞你的名 神的名乃是神慈爱的属性 和大能神性的外战 义人必经历神的美善的拯救的作为 而一心向着神的正直人 则避讳蒙福的住在神面前 住在神面前 为什么无比的好呢 就是因为十六篇 第十一节告诉我们 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 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赞美神 那今天诗篇第140篇 我们就讲到这里 来让我们祷告 亲爱的三维体的真神 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啊你的儿女在幕后的世代 也会在世上遇见凶恶的人 强暴的人 骄傲的人 他们会以邪恶的举动 来对待你的子民 而我们的仇敌魔鬼 更会像吼叫的狮子 到处寻找可吞吃的人 主啊就求你拯救我们 保守我们 脱离这恶者 求你也为我们戴上救恩的头盔 使我们可以抵御那恶者 向我们射来的邪恶的火箭 我如此的祷告 乃是奉口我的恩主 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再次感谢我们的主 爱我们 爱你们 000 嗯